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庭带来巨大的赡养压力 政府近年来一直将安劳作为民生工作的重点 近期更加是就此事与大湾区合作展开多项合作 但是香港若果想借此打破长久以来的安劳困局 似乎还有很多未尽的功课极待完成 在应代安劳问题上 政府似乎在大湾区见到契机 客观上大湾区的远舍规模与服务行业从业者的数量 的确较知香港更有优势 但内地的高龄化问题同样严峻 对于大湾区的安劳资源 政府只能善用而不能够滥用 要引导真正有需求的长者作出最优的选择 而不是一味将安劳压力转嫁给内地 长远来看 政府还是要联合本地慈善机构 以及企业增设安劳机构 引入更多护理员这一类的服务人手 让长者路有所养 此外 近几年的移民潮令香港留下一批缺乏照顾的长者 政府也需要特别关注这一类群体的现实需要 解决安劳问题不单可以为本地长者带来福祉 也都可以舒缓年轻一代的善养 照顾父母的压力 降低家庭在善养方面的开支 对于提升生育率有积极作用 安劳不单只是政府的责任 社会各界尤其是本地大型企业 也都应该由所担当 共同承担这一个社会义务 如果大家对于疑题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